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明目明将袁崇幻是被零食处死,刽子手持刀一刀一刀地割下他的肉,可悲的是沿途大众极怨恨辽东达子,而更恨奸起行径,所以有钱地捧钱场,富户们大把争钱向刽子手受贿,全部开始竞价购买崇幻之肉生吃。 袁崇幻均是天赋突出,多次击退清军,边疆因为有了袁崇幻让清军的野心变成了妄想。 黄太极知道自己无法战胜袁崇幻,于是采用了反剑计。 智取袁崇幻,想当年征战沙场都没死的袁崇幻,被一条谣言害死,真是天度英才。 而袁崇幻也是倒霉,他在击退黄太极的时候,不料别他使用奸计给残害了。 崇祯一直认为,袁崇幻想要叛变,同时昭告天下将其抓捕。 当时这件事曝光出去后,世人都认为,袁崇幻就是卖国贼,人人喊打。 因为国家动乱,很多人都是在货端甩给了袁崇幻。 袁崇幻把粮食卖给蒙古各部王宫,要知道另外马蒙一家,双方互相通婚。 但无论后京还是蒙古,畜牧业很发达,牛马成群,农业不发达,最缺粮食。 当时,袁崇幻向蒙古建议卖粮给后京,崇祯一听,马蒙一家,卖粮给蒙古万一他们资助后京怎么办,这岂不是买过吗? 但袁崇幻认为,蒙古和后京的结盟并不是牢不可破,卖粮给蒙古或许可以瓦解马蒙的结盟,而且可以换来马匹。 尽管崇幻认为不妥,但袁崇幻一再坚持,最后崇幻勉强点头同意,但提出如,果因此出事,袁崇幻要为此负责。 这是以前没人干过的事,结果袁崇幻却拍着胸脯,保证自己负责到底。 后来事实证明,这个策略大错特错,蒙古和后京的结盟不但牢不可破,而且给后京支援了很多粮食,袁崇幻因此吃了大亏。 所以到了乾隆年间,袁崇幻一直受到了乾隆的赞赏,因为乾隆知道,他知道是皇太极用了反剑计,崇祯又轻易地上当才造成了悲剧,但是袁崇幻可以说是为了国家奉献。 了自己的一生,一生尽心尽力,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,袁崇幻被崇祯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处死,处决的方式是折折死,这种死法仅次于灵池,明十载,崇幻行经法场前,跪自首一刀一刀地割下其肉,被整整刮了三千五百四十三刀。 沿途百姓极痛恨辽灯达子,而更恨汉奸行径,都抢来重患之肉生食之,至法场时,人重患骨肉无存,只余一手头颅,而之所以会被灵池处死。